去年3月 Saramond一家珠寶店發生搶劫案 4名劫匪劫走了價值110萬的珠寶 其中包括38隻手錶 當中一隻勞力士手錶 來自有GPS追蹤晶片 Saramond警察局長Danton Carson 表示 具有GPS追蹤功能的勞力士手錶 成功幫助了警方拘捕和起訴劫匪 他表示劫匪進出商店的時間大約為1分鐘 行動非常迅速和暴力 當警方收到消息時 手錶中的GPS追蹤器顯示 正在前往奧倫和San-Liangelo地區 並且來回移動 最後停下了一段時間 GPS幫助警方發現了重要的線索 根據聯邦宣誓書 調查人員發出了多次搜查令 發現其中兩名疑犯到賭場洗錢的證據 宣誓書中還包括其中一名疑犯 在賭場炫耀現金的照片 令人驚訝的是 調查人員發現其中一名疑犯 從執法內部人士那裡獲取了有關案件的調查信息 局長Carson 表示 調查仍然進行當中 還有一些人參與搶劫 但未能確定身份 而四名疑犯已經被逮捕 並且在聯邦法院受到指控 天下衛視記者 編輯報導 等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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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下衛視記者 安心 κ